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试能用来评断受测者是否有肺部疾病 测定肺部疾病的病况以及确认用药对于肺部疾病是否有帮助 若您正在接受肺部疾病的治疗或担心您的肺部健康 可向您的医师询问能否接受肺量测量 若您会频繁的咳嗽 呼吸急促 因呼吸不良而活动受限 或年过40且曾经或仍在抽烟 就该忧心您的肺部健康状况 它是一个完全无痛的快速测试 在医师的办公室或诊所就能完成受测 您可能会被要求在受测前不能使用特定的人工呼吸器 或服用特定药物 测验前至少6小时不要吸烟 避免在受测前大量进食 穿着宽松的服装 方便您深呼吸 务必告知医师您最近是否有心脏病发作 是否接受眼 胸 腹部手术 有无气胸或肺结合 如有上述情况 医师可能会等到您康复再让您受测 肺量测量会使用到的器具就是肺量剂 您需要确切地遵从技术源的指示 若您有佩戴假牙 可能得先将假牙拆除 您会被指示舒适地坐下 双脚平稳地放在地面 抬起您的头和下巴 以便自然地呼吸 接下来您会用夹子夹住鼻子 将吹嘴放在牙齿间 并轻轻用双唇封住吹嘴 您会先正常呼吸 然后尽量吸进最大口的气 并且用最快的速度将气吹出来 您必须持续吹气 直到感觉肺部完全清空 这时技术源会再指示您正常呼吸 很重要的是 在受测时务必要尽您最大的努力 成人在受测时必须吹气至少6秒钟 孩童则是至少3秒钟 未确认准确程度 测验通常会重复进行3次 在第一轮测验后 您可能会被要求 不用吸入性药物来打开肺部 接下来会重复测验 以观察您的肺部对药物如何反应 肺量测验会产生数据及图表 来显示您呼吸时 出入肺部的空气体积和流动状况 肺量测量时需快速且猛烈的呼吸 可能会使您感到疲惫 晕眩或头痛 甚至咳嗽或感到胸腔紧绷疼痛 如您有任何不适 一定要告知技术人 请记住 肺量测量是一个快速简单的测验 能使医师了解您的肺部健康 并提供所需治疗 越早受测 肺部疾病就能越早发现及治疗 今天就和您的医护人员讨论 您是否该接受肺量测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